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新闻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则精彩的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来自洛杉矶的报道 一部描述美国内战的电影《帝国浩劫》 美国内战以约111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 连续两周蝉联每家票房冠军 成为发行商A24迄今收入最亮眼的电影之一 接着转战澳门 2024年澳门国际拼联单打世界杯 刚刚落下帷幕 中国运动员马龙和孙颖莎 分别夺得男子和女子世界杯冠军 展现了中国乒乓球选手的强大实力 最后来自台北的消息 著名的双人演唱组合动力火车在高雄 都是因为爱演唱会 上成员由秋星表达了想到台北大巨蛋开唱的愿望 但另一成员颜志林则担心票难卖 展现了组合成员间对未来发展的不同看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电影界的一场盛大角逐中 帝国浩劫 美国内战 Civil War 以其惊人的票房成绩 再次证明了它在北美观众心中的独特地位 据中央社报道 这部影片在周末期间 以约1110万美元的收入 蝉联每家票房冠军 累计票房达到了4490万美元 这不仅为发行商A24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收益 也让女星克斯汀邓斯特 Kirsten Dunst的表现 受到了广泛的赞誉 紧随其后 环球芯片嗜血芭蕾 这部恐怖片的表现 被分析师David A. Gross称为 对新上映的恐怖片来说 堪称稳健表现 而华纳兄弟的 哥吉拉与金刚 新帝国 Godzilla XCOM The New Empire 则以950万美元的票房 位列第三 展现了怪兽电影 在观众中的持续吸引力 英国导演盖瑞奇 Guy Richie的最新谍报惊悚片 《飞身式特工队》 The Ministry of Ungentlemanly Warfare 也不甘落后 以900万美元的票房成绩 位列第四 而索尼的最新动作喜剧动画片 Spy X Family Code Y 则以490万美元的票房 位列第五 展现了动画电影 在市场上的强劲竞争力 在另一方面 体育界也迎来了它的佳绩 据《乔报》报道 2024年 澳门国际拼联单打世界杯 落下帷幕 中国运动员马龙和孙颖沙 分别夺得男子和女子世界杯冠军 展现了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的 卓越实力和竞技水平 音乐界也不缺乏精彩瞬间 中央社报道 双人演唱组合动力火车在高雄 都是因为爱演唱会后 尤秋星表达了 想在台北大巨蛋开唱的愿望 虽然颜志林担心票难卖 但尤秋星依然充满梦想地说 为何不能做梦 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 不仅赢得了歌迷的支持 也预示着动力火车 未来可能在更大的舞台上 展现他们的音乐魅力 无论是在电影 体育还是音乐领域 这些故事都展现了不同领域中 人们对于梦想的追求 和实现的努力 他们的成功 不仅为他们自己带来了荣耀 也为观众提供了 无尽的娱乐和灵感 在世界的另一端 紧张与冲突的阴影 再度笼罩了中东地区 据《经济日报》报道 美军驻叙利亚的基地 最近遭到了五枚火箭炮的袭击 这些火箭炮 据称是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 这起事件 不仅再次点燃了地区内的紧张局势 而且也是自二月以来 驻叙利亚美军 首次遭到亲伊朗的 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攻击 这次攻击背后的动机 似乎与一个名为真主党旅 Cat-I-Pas-Balai 的伊朗支持的 伊拉克武装组织有关 该组织通过社交通讯软件 Telegram频道表示 由于结束在伊拉克的 美国主导军事联盟 谈判进展不如预期 他们决定恢复 暂停了近三个月的攻势 尽管真主党旅 并未发出正式声明 但这一行动 无疑加剧了地区的不稳定性 美国匿名官员透露 袭击虽然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 但这并没有减轻事件的严重性 作为回应 美国领导的联合部队 在伊拉克及叙利亚 对发射火箭炮的位置 进行了轰炸还击 伊拉克军方也介入了这一事件 扣押了被用于发射火箭炮的车辆 并对其进行了空袭摧毁 在另一边 地缘政治的变化 也在亚太地区产生了波动 第十九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 在中国山东青岛举行 但菲律宾却未派代表参会 与此同时 美国和菲律宾展开了 史上最大规模的肩并肩联合军演 这无疑是对中国 在该地区军事活动的一种回应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在开幕词中强调 海洋不应成为各国炫耀武力的竞技场 而应是各国共同维护安全与发展的平台 他警告 任何试图在海上搞围堵遏制的行为 只会让世界陷入更深的动荡之中 中国海军研究院大校梁威表示 所有论坛成员国与观察员国都 收到了邀请 对于菲律宾未能参会的原因 他表示并不清楚 而在太平洋的另一端 美国总统拜登的一番言论 引发了轩然大波 这些事件无论是在中东的冲突 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角力 还是太平洋另一端的历史遗留问题 都反映出当前国际局势的复杂性与多变性 他们不仅是对各国外交政策的考验 也是对国际社会合作与理解能力的挑战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 各国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 在加和化宣举行的 马来亚艺术之父杨曼生展览中 观众得以一窥马来亚生活的日常与美丽 通过杨曼生1896-1962的眼睛 这位生于古今的艺术家 以其精湛的记忆和对细节的深刻把握 带领我们穿越时间 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出的马来亚 展览展出了20幅珍贵的画作 每一幅都讲述了一个故事 展现了一个时代的风貌 其中1938年的水彩画《乐园》 展示了人们滑小船沿着湾沿的河流 向着远方参天大树驶去的景象 通过笔触和色彩变化的细节 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氛围意境 而一见钟情 这幅少见的人物具象作品 则通过《甘蔗扎纸》这一独特素材 描绘了一位男子被女士吸引的回眸神态 带有浓厚的油画感 在《河畔小屋》和《第一道曙光》中 杨曼生用粉嫩的色彩 描绘了甘榜生活和独特的氛围营造 展现了他对马来亚生活的深刻理解和情感表达 展览中唯一的油画《学者与孩子》 则显示了保罗、高庚等后印象派画家 对杨曼生艺术语言的影响 另一边 美国国会通过《21世纪》 透过实力达成和平法案 要求中国短片分享平台TikTok 与母公司北京字节跳动玻璃 否则在美国面临全国禁令 这一决定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报道指出 TikTok准备撤换负责游说 美国政府的高层安德森 尽管安德森与美国政府谈判了数年 试图消除对TikTok与中国关联的担忧 但未能使TikTok在美国跨政府部门小组的安全审查过关 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中美之间 在科技领域的紧张关系 也凸显了全球产业链 在政治和安全因素影响下的复杂性和变化 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经历深刻变化的背景下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香港可以在这方面对中国及区域做出贡献 从中取利 他指出 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的演变 加上绿色转型和数字化的加速推进 正在推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塑 香港有挑战也有机遇 并有能力对中国已至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升级转型 做出贡献 增强其韧性和稳定性 陈茂波还强调了 香港在绿色金融方面的优势 以及香港对大陆企业的跨国供应链管理 和贸易融资中心的建设提议 展现了香港在全球产业链重塑中的积极角色和贡献 从杨曼生的画展到TikTok的游说挑战 再到香港在全球产业链变化中的机遇与挑战 我们看到了一个多层次互联互通的世界 艺术、科技、经济在这个世界中相互交织 共同塑造着我们的生活和未来 每一个事件、每一段故事 都是这个复杂世界的一部分 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 时代的变迁和未来的可能 在爱达河州的夜晚 一场突如其来的悲剧震惊了整个社区 据《乔报》报道 27岁的副警长托宾·博尔特 在执行一次交通拦截任务时 遭到一名司机的枪击身亡 这名司机被认为是枪击嫌疑人 随后在与警方的对峙中被击毙 这场事件发生在博伊西 一个通常被认为是安静和平的城市 突然间平静被打破 博尔特副警长 是阿达县第一位应攻殉职的副警长 他的牺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悼念 爱达河州州长布拉德·利特尔 为了纪念博尔特而下令将半旗 表达了对博尔特家人 亲人和执法部门同事的深切哀悼 这场悲剧不仅仅是一个警员的牺牲 更是对社区安全感的一次严重打击 与此同时 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 一场关于文化遗产的争议正在进行 如《乔报》所述 匹兹堡是希望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雕像 从申利公园移除 但这一决定遭到了意大利遗产组织的反对 这座雕像的命运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涉及历史记忆 文化认同 以及公共空间的使用 尽管哥伦布雕像 在某些人眼中是探险和发现的象征 但在其他人看来 哥伦布的历史 更多的与原住民的苦难相关 另一方面 在阿肯色州的海伦纳 西海伦纳市 一场校外派对后的枪击事件 再次揭示了青少年暴力 和枪支控制问题的紧迫性 据《侨报》报道 一名19岁的青少年 因涉嫌一级谋杀 被警方拘留 这起事件发生在中央高中的一名学生 在毕业舞会后的派对中被枪杀 这起悲剧不仅夺走了一个年轻生命 也为当地社区蒙上了一层阴影 引发了对青少年安全 和枪支管制的再次反思 这三起事件 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地点 面对的问题个不相同 但都反映了社区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无论是执法人员的牺牲 历史遗产的保护争议 还是青少年暴力问题 都需要社区成员 政府机构 以及所有相关方的共同努力 和深入对话 在这些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悲剧的发生 也看到了社区的哀痛和反思 更看到了寻求解决问题 维护社区安全和和谐的迫切需求 在世界的另一端 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温 星岛日报报道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对于德黑兰对以色列发动的 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避而不谈 这场史无前例的攻击尽管壮观 但似乎几乎未能击中任何目标 伊朗于本月13日 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 发射了超过300个导弹和无人机 目的是为了报复以色列本月初 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 伊朗设施的攻击 然而 在美国、英国和邻国约旦的支持下 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和战机 成功击落了绝大多数来袭的 无人机和导弹 哈梅内伊在一次会议上发表的言论 似乎默认了 即使对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也几乎没有击中任何目标 他强调 讨论导弹发射数量和命中率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是 伊朗及其军队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出的意志 这番言论被认为是对伊朗此次攻击 几乎未能取得成果的默认承认 而在洛杉矶 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在好莱坞环球影城中发生 据乔报报道 一辆油轨游览车撞上护栏 导致15人受伤 这辆游览车在转弯时发生事故 最后一节车厢与金属护栏相撞 导致车辆倾斜 并将多名乘客从车中甩出 初步调查显示 这起事故可能是由于车辆刹车失灵引发的 这起事故发生在环球影城的 《世界之名摄影棚之旅》中 这条线路让游客得以了解 环球电影的幕后制作过程 与此同时 在四川的一个平凡的日子里 一场大火在一个五楼的民宅中爆发 三名小孩被困在火海之中 星岛日报报道了这一感人至深的救援行动 一位途经的吊机车司机和其他路人 勇敢地升高至五楼 击破窗外的铁栏 成功救下了三名小孩 这场救援行动 展示了人们在紧急情况下的无私与勇气 据报道 火灾是由于一位年长的女住客的主食 忘了关火外出所引起的 在消防员到达之前 民众张上义和其他勇士们 采取了行动利用吊机车和简单的工具 成功地将被困的孩子们救出 这些故事 无论是在国际政治的大舞台上 还是在日常生活的小角落里 都展现了人类面对困难时的不同反应 从伊朗最高领袖 对失败的攻击保持沉默 到洛杉矶游乐场的意外事故 再到四川民众在火灾中的英勇救援 这些事件反映了勇气 决心和人性光辉的多种面貌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再见